委員同仁,列席的各單位的首長,請吳辰次長 吳辰次長 吳辰次長 吳辰委好 次長好 利益衝突迴避法是陽光法案之一 那第一條的立法意志就殘民 是在惡毒貪腐及不當利益的一個輸送 那實質內容上呢,是約束公職人員 不得假借職務上的權利、機會或方法 吐其本人或關係人的一個利益 所以必須要利益迴避,對不對 是 迴避是為了要預防或是遏止 但是如果沒有不當利益的輸送 或是徒利的行為 而要來處罰 就顯得是矯枉過正,對不對 那應該是 所以今天利益衝突迴避法 我們必須要回歸利益衝突迴避的本質 如果沒有利益衝突 是不是就可以視狀況 可以有例外的情形 尤其是經過透明公開的政府採購機制 甚至是政府機關提供交易標的並具有公定價格的案子 更何況在政府採購法第十五條 我剛才有提到 提案說明的時候有提到 就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第十五條第四項 就有限制關係人交易的規定 那其中呢也有例外的狀況 就是在執行反而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 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免除之 但是利益衝突迴避法 如果沒有例外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會有不當侵害公職人員 之關係人的工作權還有財產權 會不會 當然如果違反比例原則 事實上是應該要去檢討了 如果不當的限制人民的財產權工作權 事實上是不妥當的 本來就違反憲法二十三條的規定 對 所以 因為你裁罰的數額 我提到說 那麼裁罰的數額 應該要符合比例的一個原則 所以針對違反第九條 而依據第十五條的罰款 目前是由法務部還是由監察院來處罰 這個要看這個對象 監察院有沒有 請監察院來一下 呃 呃 林 林處長 我們來懲處 但是如果是公職人員的關係人 他的關係人的部分 還有呃 跟不是跟我們申報的這些公職人員的懲處是由法務部為之 好 這樣 那從這個本法公佈到現在 那 呃 處 呃 處交易行為一到三倍的罰反 呃 通常都是罰幾倍 對 這個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這個要看他的情節 違反的情節來 本來行政法 他在裁量的時候 他就要考量這個違反的情節 依照行政法吧 好 他造成的損害等等 好 那大多目前跟那個他們連政署大多是都只有罰一倍 罰一倍 是 是 那所發生過的罰款最多的案例 他是處罰是多少錢 我 我記得是 好一個 有好幾億的案件 連政署有做功課是吧 五億 五億的案 五億 五億 是 那有沒有罰 有啊 有罰 就是裁罰 有罰 有裁罰五億啊 呃 老叫的嗎 當然 有一些 他 如果沒有繳 我們就移送行政執行署來強制執行 我是 那 那本席在這裡要請教法務部的就是說 在刑事違法案件裡面 那處罰最高的罰金或是病科的罰金 最多也是多少錢 最多是多少錢 這個 就是在刑事違法案件裡面 哈 刑事違法當然這個每一個刑罰 刑罰它有不同的法定型 那其實目前最多的罰金型是在 呃 金融法規跟公平教育法 它有好幾億 它的最高度的罰款可以到 罰金可以到好幾億 但是呃 我們在刑法還有另外一個規定 它所獲得的這個利益啊 如果超過罰金的最多額 它還可以在這個 所獲得利益的限度內 可以罰金 所以目前是有這個目前不排除 也可以罰好幾億的 那本席本席為什麼要問這個 就是說啊 所以因為如果交易行為的金額很高 那它科罰一倍到三倍的罰款 它會導致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罰款 比這個違反刑事違法案件的罰 罰金的數額還高啊 就是換句話說 它行政法比那個刑事法啊 啊的金額啊 數額還會更高的啊 尤其是沒有圖利啊 還有利益輸送這些 貪 貪獨違法的問題的時候 他只是一個關稅人 啊 為利益迴避而已 哦 這樣不明 這樣非常明顯的不符合比例原則啊 導致處罰的輕重失衡的狀況 所以本期才認為說 依據不同違法行為的態樣 啊 應該要來調整它罰款的基準 還有它的急劇啊 才對啊 我也不是說隨便亂提的 我們也是有稍 有有有有研究啊 是這個委員的意見 也是蠻有道理啦 我們回去會請這個修法的小組啊 等一下我們叫修法咧 是不是 當回去研究 研究到什麼時候啊 研究再研究 研究何其多啊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啊 我們等一下也請這個法國部好好做一個思考 是 那另外就是有有關於這個林醫師的這個案子 林醫師這個案子在本期來看啊 他是成也光碟啊 敗也光碟 他成案是因為光碟 他敗了今天為什麼法官呢 會不採用這個特徵組的這樣的一個具體求行的一個條文啊 來做處理啊 因為這個光碟本身就是 呃這個 呃原文的光碟完全是南原北側的 結果呢 你還是要迎合媒體的公審 你沒有道德勇氣說 呃說來呃 說啊 他沒有這樣的行為啊 他是有 但是他有犯了其他的行為 如果是起訴的 呃我起訴的時候 就依照現在一審法官所判決的那種呃 那個具體求刑呃具體的這個審判的這樣啟用 呃的條文來來呃 這個條文來看的話 這彰顯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 我們檢察官呢 目前是沒有道德勇氣的 包括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呃這個 檢察官呢 濫權起訴啊 就已經 變成常態了 反正我先起訴再說 呃 就像廖正經委員剛才所提到的一樣 就是濫權 像這個 所以我們也很肯定 呃這個 法 呃 司法院 呃 為什麼 各級法院裡面 呃他有那個認為對就對錯就錯 呃 包括不管是這個 這個媽媽嘴也好 或是今天的林醫師這個案子 我 我是覺得他任法用事啊 最起碼他會去看到這一點 為什麼我們檢察官沒有看到這一點呢 就認為說我起訴 就認為說我起訴 呃 是天經地義的 呃 這個 這個變造 這個變造 呃 對著就對著 錯就錯了 那如果他錯了 他違法了 他有具體的試證 那當然就去就具體求行 那如果沒有 明明知道 在偵查的過程當中 也了解說 呃這個是他可能在某某某個部分 呃是有疑慮的 反正我先上訴再 先具體求行再說啦 先上訴 呃先起訴再說啦 這種心態啊 我是覺得這個涉及人權的部分 呃 呃 我是覺得說我們以這兩個案子來看 我們檢察官確實有很多地方啊 慢慢要把觀念 自己的觀念有 必須要改變 不是說我壓人取共就好 呃 那是以前老的方法 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是不是在 在偵查的過程當中 偵查的技巧 啊 應該要更嚴謹 更周延 哦 那另外又說 那你有沒有這個道德勇氣 社會一片打法之身的時候 啊 或是這氛圍很 很不利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應該 要具體的試證 啊 就是依照具體的試證呢 來做一個 呃 取述與否 或是 要具體求行的 啊 在某一個 呃 這個 哪一個法條裡面啊 啊 來做一個處理 哦 不會造成了你濫權起訴的 像普遍 讓 呃 都都認為說 啊 檢察官就濫權起訴嘛 啊 反正我起訴了 呃 呃 呃 這個 呃 這個 呃 呃 定罪率啊 非常的低嘛 就是說你試證不夠完備的情況 而且你濫言起訴 就造成了這樣的一個 造成了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啊 我認為說啊 啊 針對這個案子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並不是說 我們修這個法 只是說 要 要還他的一個 呃 這個 呃 就是 那要回歸我們利益衝突的一個本質 哦 要釐清楚 那第二個 就是說你的罰 呃 罰 裁罰的金額啊 應該要符合的比率的原則 不是說我行政法 呃 呃 比比比那個 刑事法還高啊 對不對 那這個 就很奇怪啊 啊 這個好好做個思考好不好 好謝謝 好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